各位朋友 最近我浏览到五十多年前 毛主席谈教育的讲话汇总 今天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也许对大家有启发 也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我早就说过 我没有教育革命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 在德育、治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课程多 害死人 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学生成天看书 并不好 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 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 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 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 我不赞成 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 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 出二十个题 学生能答出十题 答得好 其中有的答得很好 有创建 可以打一百分 二十题都答了 也对 但是平平淡淡 没有创建的 给五十分 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 无非自己不懂 问了别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获 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旧教学制度 摧残人才 摧残青年 我很不赞成 明朝李时珍 长期自己上山采药 才写了《本草纲目》 更早些的 有所发明的祖冲之 也没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弗兰克林 是印刷所学徒 也卖过报 他是电的大发明家 英国的瓦特 是工人 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 完全是自学的 据说 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 一是课多 一是书多 压得太重 有些课程 不一定要考 如中学学一点逻辑 语法 不要考 知道什么是语法 什么是逻辑 就可以了 真正理解 要到工作中 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 是繁琐哲学 繁琐哲学 总是要灭亡的 如精血 搞那么多注解 现在没用了 我看这种方法 无论中国的也好 其他国家的也好 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都要灭亡的 我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连资产阶级教育家 在五四时期 就早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不反 只要不把学生 当成打击对象 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 就是怪 天天上课 有那么多可讲的吗 教员应该把讲稿 印发给你们 怕什么 应该让学生 自己去研究讲稿 讲稿还对同学保利 到了讲堂 才让学生抄 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 尤其是高年级 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 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 主要是教员的问题 教员就那么点本事 离开讲稿 什么也不行 为什么不把讲稿 发给你们 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 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员能达百分之五十 其他的说不知道 和学生一起商量 这就是不错了 不要装着样子 去吓唬人 学生负担太重 影响健康 学了也没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 总量中 砍掉三分之一 邀请学生代表 讨论几次 决定实行 如何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 我很怀疑 从小学到大学 一共十六七年 二十多年看不见 道 书 卖 鼠 记 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 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 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 身体也搞坏了 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 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 就说我爸爸说的 读了几十年书 越读越蠢 请叔叔伯伯 姐妹兄弟做老师 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 入学前的小孩 一岁到七岁 接触事物很多 两岁学说话 三岁挖里挖啦 跟人吵架 再大一点 就拿小工具挖桶 模仿大人劳动 这 就是观察世界 感谢观察世界